直到看到陈婉珍对钱儿媳的态度后 才明白她从来都不是什么小白花 前段时间 何游琪与其妻子齐娇离婚的消息一经曝光之后 陈婉珍就立马收回了价值高达5700万的豪宅 不让齐娇以及两个孙女住了 这也导致他们没地儿可住后 只能被迫离开了香港 或许在很多人眼里 陈婉珍贵为独王三太 看在两个孙女的份上 她也不应该收回 但根据港媒的爆料称 这套房子当初给何游琪居住的时候 房子根本不在何游琪的名下 所以不能作为夫妻财产共同分割 这也就是陈婉珍为何一定要收回房子的根本原因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陈婉珍十分拎得轻 或许是为了保护家族财产 也或许是为了防止齐娇故意大开口索要钱财 所以陈婉珍就表示 不管法院如何判 他们都会安排协议上面来支付钱儿媳 以及两个孙女相应抚养费的 但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陈婉珍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为了齐儿子以后考虑 宝珍